那上个礼拜的重点大概只有几个啦 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利用那个Python里面的逻辑判断 因为逻辑判断基本上它的重要性应该算是 我是觉得仅次于回圈 回圈的重要性应该我觉得最高 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重复帮你做 你想要做的任何次数的一个重复动作 那这个应该是人最讨厌的 第二个就是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部分的话当然我前面讲过 比如说我们本来是true force 两重然后再加上成年的话又拆成三个 就是什么青年、壮年、老年 然后如果将来你们有很多逻辑判断的话 那其实要懂得如何快速的做这些 这个程式的逻辑的撰写 然后通常那个逻辑判断 外面可能会包回圈 所以一般的使用状态就是 比如说我有一个外部资料好了 比如说我爬虫爬下来就是爬一大堆资料 通常爬进来你要取得你要的 不要的就把它去掉 或者说不要的掉过就对了 那你就可以在回圈读资料的同时 做一个逻辑判断 把你要的部分 比如说我要的就写到e-sale 写到e-sale 那最后你看到的就在e-sale里面看到的结果 那就会是你要的那些资料 其他的资料就不会被显示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使用状况 其实非常的普遍 所以回圈会通常会搭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我们好像有写了几个 逻辑判断好像后来有再写一个 那个BMI的那个计算 所以如果假设你回去 一定要记得自己重写过 最好是自己重新开一个空白的 空白的那个一个module 然后自己就开始写了 写出来才算是真的是ok的 但你说老师我刚开始写很慢 谁会刚开始就写很快 又不是每个人都天才 我刚开始写也是一直卡一直卡 那怎么样才可以不卡 那当然就是不断练习嘛 练习到什么程度 最好是能够闭着眼睛写就很自由 不过我是觉得你可以第一阶段 可以至少基本的应该掌握 那刚开始不太熟 也是我是早觉得也没有太大关系 你慢慢慢慢的 因为没有人说一下子就马上 什么东西都很熟悉的 一定要需要时间 只是说每个人花的时间都不一样 可是一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件事情 绝对不可能 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什么都会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还要写一个 写一个格式化 格式化就是小数点的第二位 有没有 我用一个函数叫format 还记得吧 一定要把它写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云砖白板上面有参考答案 不过最好是不要一边看答案一边照 所以很多人都是照着打 那打谁不会 对 没有就是自己了解一下自己写 对一定要 或者是说你可以改成你自己习惯的写法 没关系 比如说那个变数有没有 HRW 你不一定要叫HW 那只是我个人习惯的一个 那后来的话我们上个礼拜呢 已经讲到for回圈了 那for回圈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重复做只要有一个范围的话 比如说我可能1到99 只有范围的话 理论上会用for回圈 那另外还有另外一种回圈叫hy回圈 那hy回圈跟for回圈最大的差异 其实就是for回圈呢 后面其实通常是什么for I in range 还记得吧 I的话指的就是我要产生的那个范围 然后range后面刮胡呢 我们是从1到99的话 那你觉得1豆点100 那可是常同学就卡住100 是不是99吗 他是100的下一个停住的意思 那range的话呢 理论上一般会只有给两个参数 不过其实他应该要给三个参数 豆点后面其实有个豆点1 豆点1的话指的是间隔 1下一个就是2 下一个就是3 可是你说老师如果豆点2的话呢 对那边13579 所以如果你要24680 你就是range刮胡2开始 然后豆点100 那不就2到98 有没有 所以上个礼拜我好像有讲就是 把那个1加到99 奇数跟偶数分别加总 那我有两种解法 一种解法就是在回圈里面 加上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解法我比较推 因为一般他写好像我常常都这样写 就是 如果 这个I的词呢 它的余数为0的话 有没有 还记得怎么写吧 上个礼拜才写 所以你要自己把它 这个我想这个也 你 不记也没办法 所以I百分比浮汉 百分比 然后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2的余数 等于要两个 左边右边等于等于0的话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 那表示呢 等于等于1好了 等于等于1是G数 所以你就把G数累加 那反之就else else冒号就是偶数累加 加完之后呢 再分别print 那就会得到最后的 G数偶数的加重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不要用逻辑判断 我可以跑两个维圈 可以啊 你就是刚刚讲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那个range呢 你可以从1-100 然后再0.2 那就是13579 一直到99 那再跑一个是for I in range 2-100 还要0.2 因为要step 间隔2 那这样的话呢 也一样可以 只是说你回圈要跑两个 其实结果 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写法的话 我们在云端摆绑也有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找到 我们上课的相关的答案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云端摆绑 应该是第二个单元 我刚刚讲的其实上面都有了 然后第三个单元就回圈 回圈部分 所以上个礼拜理论上的程式 其实就在这一段 这个是第一段 1加到99个 这个地方 然后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问chowpt 它写出来 其实好像有差异性不大 差不多 然后方法1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第一段 那方法2的话呢 就是用两个回圈 所以你会拍这边是第一个回圈 这个是第二个回圈 然后分别把它加种 就可以把结果给print出来了 那我们上个礼拜 基本上就是讲到这里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刚刚讲的那几题 你没有看看 能不能回去自己 就重新开spider 然后呢自己就开一个空白的module 能够自己 那一定要找个空 就是空闲的时间 你想想看 那也不用急啦 如果写就是没几行 你就把它能够写出来 那表示你有跟上 那今天的话呢 又有新的进度了 今天的话呢 我是希望 请大家想想看 下面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我希望呢 写出99成法表 这个 OK 底下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呢 它的中间其实就是 前面 前面的应该 前面这个叫做被乘数吧 然后后面这个叫做乘数 那这个叫G 有没有 就是两个相乘的结果 然后后面的话再加上一个 一个 这个不是空白 后面的话是加上一个tape键 一个tape键 有没有 所以如果要输出一个tape键的话呢 前面好像我们有讲 拖一字眼 反斜线N是换行 对不对 那反斜线T 就是一个tape键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希望能够产生 像这样一个90成法表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规律 有没有 前面这个被乘数有没有 它好像 产生之后的话 它一到就是横向的都一样 那 纵向的话呢 变成它会变化 所以这个纵向理论上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变数 也许叫i吧 所以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range的话是1到9 所以1到10 有没有 那就是会产生1到9 那你说后面这个 这个乘数有没有 它的规则是有没有 它的规则是有没有 它就是直接呢 横向就是1 2 3 4 5 5 6 8 9 在下一列之后 又1 2 3 4 5 6 7 8 9 所以它每一次就等于是 i变一次 它等于是要变9次 有没有 它在下一个i又变一次 又加1之后 它又再变1到9 所以你会发现 后面这个数字呢 我们又需要另外一个变数 那可能需要 你不能用i嘛 那所以可能需要用到j ok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 可以再多一个回圈 所以这个是两个回圈 在一个城市里面 跑两个回圈 ok 所以这个城市应该如何写 我想请各位先把 那个上个礼拜的复习一下 设备想一下 所以首先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要输出 这个9层法表 你眼心也不用太大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先试着说呢 分两阶段算了 第一阶段的话呢 我们先可以产生 这一个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是你先输出第一列 ok之后的话 你再去思考 2到9列 横向是列嘛 我们只要输出一列看看 如果你一列ok之后的话 那其他应该就比较减 那你可以看到横向一列 它有什么规则性嘛 好像前面都是1层 有没有 只有这个1变成2 变成3 到9 后面这个数字 也是乘1嘛 所以乘1之后的结果 那所以呢 如果假设我们今天 先想一下横向一列 这个该怎么写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嘛 你可以先在这边 Ctrl加放大一下 我们先写一个forJ好了 假设我今天呢 因为两个我先forJ好了 forJ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呢 就是从1到9 所以逗点10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冒号 这个时候J呢 它会产生1到9的一个变化 欸对不对 欸所以 可是我现在要得到什么 我现在得到的就是横向这个 1乘上 这个就是J 有没有 所以呢 我要怎么把它输出呢 我把它print一下 print一下 print什么呢 欸 刚刚不是讲 print print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就是先1乘如果用X大小 欸后面的话呢 那就是再把J放进来 欸 1乘上那个J 所以J的话就串接 那因为J是一个数字啦 所以先转型 str 钱瓜糊 然后把J放进来 有没有呢 再串什么 串一个等号吧 1乘1 等于等于等于 等号是一个文字喔 所以记得喔 前后加双号 等于什么呢 再串一个什么呢 它相乘的结果 相乘应该是什么 1乘的话是星号 1乘追 那一样喔 这个1乘追的结果呢 也会是数字 所以现在先把它刮起来 外面再包一个str str 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 它会出错 OK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 我们把它print了之后呢 应该就会出现 可是因为print本身 会带一个换行 所以执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它输出结果 看起来好 我好像还少一个 因为现在是换行 可是我们后面是 一个tap 所以一个tap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个尾巴再加一个 加上什么 我把它Ctrl-G 把它缩小一下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反斜线t 这个反斜线t就是一个tap键 我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输出来 不过看起来好像没差 不过这个后面其实是有一个tap 那可是理论老师不对 他变重向的 我要横向怎么办 还记得吧 我们好像之前有遇过就是说 我不要让他换行 我要让他接在后面 所以理论老师为什么他要换行 那因为Princher本身有没有 他预设 他就是怎么样 就一定会帮你加一个 加一个换行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把这个换行拿掉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尾巴有没有 加一个叙述还记得吗 痘点 尾巴的那个换行 帮我清除掉 尾巴就是end 的那个换行清除就是两个双尾巴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尾巴的那个换行 把它去掉 那如果去掉之后的话 你如果执行呢 理论上他就会串在一起 执行看看 有没有 不过因为这个字 折行的关系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就1乘1 等于1 然后一个tap 1乘2等于2 一直在一推 那尾巴其实也会有一个 所以我们理论上 就很快的 把那个横向一列 已经写出来了 但是问题一列 好像还没有完成 没关系 你这个如果已经做出来 后面就简单了 你这个做不出来 你要直接 全部写出来 我觉得太难了 就跟爬山一样 你以为你体力好 爬到一半先休息一下 把那个七星山 一半至少量挺要先挺一下 反正有人直接就 哇 冲冲冲到顶 是也可以 但你腿力有这么好 心脏也会受不了 OK 就跟这个一样 你慢慢爬吧 我跟各位讲 这个城市 到底差不多 如果你腿力不好的人 慢慢走就好了 不要逞强 对 跟你城市能力不好的人 你就慢慢写 你不要 我发现很多同学 就是功力还不够 但是就一下 想要一步登天 这怎么可能 你慢慢写 甚至你可以先写一个 都无所谓 你说老师我连回圈都不会写 怎么办 没关系 你这个回圈先不要写 你至少先写会吧 写的什么 写的1乘以 这个也不要 1乘以 这个乘以1 1好了 OK 不然你就是直接先写一个 1乘以1 有没有 后面的话 这个等于 甚至你可以等于 等于1 有没有 这样写的看看 有没有 先写一个 有没有 理论上应该先写一个 一个OK之后才是写成一个回圈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好像太慢了 所以直接先讲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所以我是先加了一个回圈 这个应该都有讲过吧 所以只是说 很多东西是一下子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你如果一下子 熟练度不过的同学 都会突然间 哇 老师你怎么 这好像有影响 但是你突然讲我 我好像反应不过来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刚刚写的这一个程式 其实 云东西上有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 应该是在第三个单元的第五页 第五页这边也有 就是写一个 先写forJ 那这个J的话呢 其实就代表这个 M 就是代表的 后面这个数字 就是它的 前面是被乘数 后面那个叫乘数 所以J的话实际上 就代表乘数 OK 所以请各位 先 试着 写写看 然后 后面的话就是 会多一个 转型啦 有没有STR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STR很多 而且串 串资料 哇 你说老师为什么一定要转STR 没办法 因为它要先转成文字 才能够跟前面的串 如果你没有转成文字 你可以试试看 它马上就告诉你 怎么样呢 错误 什么错误 形态错误 有没有 TypeL 为什么 因为它说你这个是文字 你这个是数字 我没有办法帮你把它串一起 OK 不过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写VBA是可以的 VBA 是可以允许文字跟数字串 对 VBA是可以 但是 Python Java C++ 都不行 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规则 你说老师为什么VBA可以 因为VBA B是Basic Basic 就是假设你是初学者 所以它其实不是说它可以 是说如果你没有加STR 它会侦测到你没有转型 它其实是帮你转的 OK 所以等于是说程式本身会帮忙 Python是不帮忙 所以这个就是程式的特性不同 OK 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其实也没有好跟坏 我是觉得反正 就是你要熟悉语言的特性 OK 试试看